人们常说,十女失智,十男九智,说明痔疮患病率高,的病人多。 根据相关数据表明,我国痔疮病发症,已高达59.3%,远远高于西方国家。 其实有很多人在大便后,都会发现大便有血,并感到刚没有医务。 那这到底是不是痔疮呢? 其实,根据痔疮的常见病状,我们就能自行判断是否得了痔疮。 痔疮症状,脱出,出血,疼痛,臊痒,易脱出,肛门处在大便后,有义务脱出,用手可摸到肛门有肉球,位置脱出,处期可自行回来,后期持手动推回或无法回来。 二出血,表现为大便是出血,出气变后可自行停止,后期大量出血。 三疼痛,肛门经大便摩擦产生破损,出血的同时剧烈疼痛。 四骚痒,痔疮初期无骚痒,严重后致脱出,无法回来,有份秘物你不受控制流出,同时出血伤后感染,会产生剧烈臊痒痒。 一痔疮病因,便秘,九座九利,使用希腊刺激性食物,过度饮酒,一便秘,便秘患者一般长时间蹲测,血液痒形不同,形成堵塞,产生痔疮。 二九座九利,九座九利压破臀部静脉血管,长磁以往,静脉曲张,形成痔疮。 三长期食用希腊刺激性食物,过度饮酒,希腊食物及酒类对肠刀刺激性较大,同时会造成排便困难,会增大患痔疮的几率,使痔疮病情加重。 下面,两个食疗小偏方,对痔疮的恢复很有好处,分享大家。 木耳菠菜粥,用料,木耳50克,菠菜100克,大米若干。 做法,将菠菜在热水中过一遍,切碎,木耳泡发,与大米同煮。 用法极空效,每日早晚各一次,可预防便秘,软化肠道,对改善痔疮有疗效。 香油窝具,用料,窝具500克,香油10毫升,食用盐及调料若干。 做法,将香油倒入锅中加热后放入窝具,以调料调味,不可用辣椒,麻椒等,熟后出锅。 另外,痔疮患者要注意日常饮食,所谓病从口入,季口是重中之重。 对于痔疮患者更是如此。 下边几个小建议,值得收藏。 文心提示,痔疮患者日常饮食注意,一吃,一,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,二,多吃些粗粮,豆类,三,多吃些具有止水作用的食物, 如,香蕉,芒果,木瓜,苹果,椰子,猕猴桃,牛奶,蜂蜜,寄吃,一,寄吃辛辣,刺激性食物,二,寄吃奶鱼香化,坚硬的食物,三,寄吃高脂肪,蛋白食物,如,辣椒,肉皮,本肉,蒜,芥末,白酒,啤酒,菠萝,桃子,杏子,荔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